西方传统节日圣诞节即将到来 在此之前,位于中国东部的城市义乌先引起了关注 据了解,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圣诞用品专区汇集了400多家圣诞用品商户 全世界80%的圣诞商品都出自这里 甚至由外国商人打去说,没有了义乌圣诞老人,可能失业 近日,记者来到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 这里的商铺经营着装饰品、工艺礼品等商品 一路走来,从圣诞帽、圣诞袜、圣诞树到圣诞灯、水晶球、圣诞用品、琳琅满目 可以满足各种需求 基本上每个商铺都有自己的主打产品 主要就买圣诞帽、圣诞衣服、圣诞袜、圣诞头是以来的 还有圣诞芝麻条、挂件 基本上是欧洲、东南亚、俄罗斯 反正欧美这一块都做 经济发展好一点,它需求的品质要求的中高端一点 像你非洲那边,它那个就中低端一点 那些用品像这些呢,就是可以挂在房子里面 但是它不是用在圣诞树上的 就比如说房子里面一些客厅、户外都可以用 然后还有这些是挂在圣诞树上的 这些小的,这个我们常年是卖的最好的 像我们每一年都会更新不同的产品 然后去让对客户有吸引力 今年的话,比如说南妹的生意它往下坡 但是我们俄罗斯的生意往上走 所以整个局势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的 正如潘颖颖所说 客户对于产品的要求在变化 圣诞用品的工艺也在提高 陈小芳店里仅仅是圣诞帽就有四五百个款式 许许多多的义乌的商家通过不断推出新品 提升竞争力来获取订单 据义乌海关数据 2019年1到10月 义乌市出口圣诞用品总计19.2亿元 同比增长23.9% 目前,2019年的圣诞用品外貌早已进入维生 甚至有一些客户来到义乌开始了解2020年的圣诞用品 现在的话我们就做耐香 在外貌的话就是有一点点 也就韩国来接近的地方 反正已经开始收尾了吧 我们反正明年的圣诞花 现在也差不多要开始做样品了什么了 一般的话早的话也把15月份也就开始出货了 我们有些客户的话 他们11月份就过来过了已经 11月份12月份上前几天都有的 他们为了看明年的 下明年的单子已经过来那个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下明年年度已经团游'll 雷尺 作出证换